大家好,我是小安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每天分享养生知识,希望能给你带来健康。 非常感谢您在办忙之中观看我的视频。 苦瓜加它一起食用,连吃三天,瘦掉大肚奶,露出小蛮腰。 整个人特别的有气质,越看越漂亮。 今天就把这个快速减止瘦身的带餐饮分享给大家。 苦瓜对减肥含有帮助的,单纯烤苦瓜减肥真的是效果比较好。 苦瓜是一种常见的蔬菜,主要存在于热态的地区,苦瓜的营养很丰富。 苦瓜,腺味偏寒,含有的维他命丰富,具有清新明目,清热虚火的功效。 吃苦瓜,可以有效地缓解中暑,发热,以及肺子过多的症状。 苦瓜富含的维生素C,膳食纤维,最有刺因养血,健胃,补肾的功效。 苦瓜含有丰富的维他命C,膳食纤维,苦瓜里面含有丰富的维生素C,维生素B。 经常吃苦瓜,可以缓解青春痘的作用大。 如果是牙齦痛,我们可以把苦瓜导成汁水河,能够和好地缓解牙齦痛的情况。 苦瓜的功效比较多,比方减肥,减脂,瘦身,酱三高。 苦瓜的减肥效果是比较好的,因为苦瓜的热量是很低的,是非常营养的蔬菜。 每天我们吃苦瓜,都能够达到很好的燃烧脂肪,减脂瘦身的效果。 并且呢,苦瓜越吃越好,它的美容养的功效也是比较长大的。 吃苦瓜,可以使皮肤更加的细嫩光泽。 香蕉富含炸元素,可以帮助人体内的水肿排出体外。 对于因为水肿导致的肥胖,吃香蕉还有很好的减肥效果。 很多人都有便秘的困扰,长时间的便秘会使肚子越来越大, 而且会造成体内毒素的堆积,影响代谢率大,导致肥胖出现。 常吃香蕉,润肠通便,清除毒素。 香蕉的含热量是不高的,扇热纤维很高丰富。 同时,香蕉含有大量的淀粉,吃香蕉有饱腹感。 因为香蕉被称之为是减肥的水肾水果, 香蕉比较容易消化吸收。 所以减肥期间吃香蕉,作用是比较好的, 热量又低,饱腹感又强。 香蕉的脂肪含量是比较低的, 每一克脂肪约含9000克热卡。 含有了蛋白质,每克所含的卡路里,脂肪是很低的。 所以减肥期间,我们可以吃新鲜的瓜果蔬菜。 生姜具有很好的减肥作用。 生姜含有的姜辣素,属于刺激性的物质, 进入人体之后,容易刺激人体, 使人体发热出汗,加速人体的新陈代谢速度。 生姜含有一定的纤维素。 纤维素对人体肠道蠕动, 帮助人体润肠通便有积极的作用, 所以有效地减少消化不了。 生姜、肺物、毒素堆积引起的肥胖出现。 但是需要注意了, 生姜有一定的刺激性的作用。 如果是肠道不适, 肠胃疾病的患者, 我们要少吃生姜。 生姜减肥效果是比较好的, 生姜是温热性的, 能够更快地促进燃烧脂肪, 达到减肥的效果。 红枣是我们常见的食物, 营养高, 红枣含有的蛋白质、糖类、 有机酸、维生素A、 吐中的微量元素, 经常是红枣, 可以养血、安神、 四股脾胃、 增强食欲、 缓解紧张的情绪。 红枣煮粥、 煲汤, 可以促进皮肤的新陈代谢, 防止黑色素沉着, 让肌肤越来越年轻、洁白。 红枣含有很多的糖分, 如果食用比较多的话, 达不到减肥的效果, 而且会影响减肥。 红枣的热量是比较少的, 而且, 营养高。 减肥期间, 我们会少吃食物, 那么这个时候, 我们可以吃红枣, 能够补充营养, 补充体力。 吃红枣可以补气、 补血, 是我们的气色好, 可以还好的营养身体, 达到还好的瘦身减肥的效果。 蜂蜜是一种天然的美容产品, 它不仅对消除皮肤的皱纹有还好的效果, 而且可以去斑, 达到还好的减肥效果。 蜂蜜能够美容养颜, 用蜂蜜做面膜, 可以帮助减少皱纹, 可以使我们的皮肤白嫩。 对于蜂蜜的减肥效果, 相信很多朋友们都不理解吧。 蜂蜜是天然的营养成分, 有润肠通便的作用, 其中含有的U质糖、 维他命, 能够燃烧人体能量的矿物质。 一日三餐, 只需要加一点蜂蜜, 并且可以排出体内的垃圾, 使身体恢复原有的新陈代谢功能。 改善蜜蜜, 平衡血糖, 真的是特别好的减肥食品。 对于长期蜂蜜的患者, 可以吃蜂蜜, 可以很好地缓解蜂蜜。 早餐之前, 我们用蜂蜜泡水喝, 可以很好地达到润肠通便的效果, 使素变排出体外的, 而且会感到我们身体比较舒畅, 心情愉悦。 如果晚上吃饭比较多, 消化不良的, 我们可以喝一点蜂蜜水, 能够利于新陈代谢, 同时控制柔酸, 咖啡因饮料, 避免对身体产生刺激大。 每天喝一杯蜂蜜茶水, 可以很好达到减肥的效果。 下面把准备好的食材, 倒入破壁机里面, 加入清水, 直接按果蔬模式, 交打就可以了。 打好之后就可以直接喝, 微微的甜, 微微的苦, 很好喝的。 这道代餐饮, 你每天喝一碗。 饱腹感又强, 而且可以刮油去脂, 减脂瘦身, 燃烧脂肪。 喝上一个星期你会发现啦, 大都难补见啦, 大粗腿没有啦, 小埋腰露出来了, 而且皮肤又细嫩又光泽, 减脂瘦身, 美容养颜, 效果很给力的。 这个代餐饮是一位朋友告诉我的, 他用了一段时间, 瘦了很多, 减脂了很多大, 然后我就赶快分享给大家, 需要减肥瘦身的朋友们, 受脏起来试一试, 效果很不错。 冬天到了, 又到了, 不想动光想吃的时候, 这个时候呢, 你就要好好地管住嘴啦, 平时呢, 做一点运动, 少吃一些油炸食物, 油腻的食物, 吃一点瓜果蔬菜, 这样能够更快地减脂收身, 控制体重。 好了, 亲爱的家人朋友们, 今天的视频就非常到这里啦, 如果你还喜欢我的视频, 记得帮我点个赞关注一下, 感谢所有朋友们的支持, 谢谢大家,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